原住民族學校法經過日前舉辦公聽會 並在立法院教文委員會排審 仍然沒有最後決議 29號在立法院本會期最後一次院會 立委高金宿媒再提 應該將原住民族學校法主管機關設定為原民會 並要求行政院儘快提出政院版草案 原民會你們準備好了嗎 我更認為院長 我更認為 我們應該要讓原住民的下一代用自己的語言 創立自己的學校 培訓自己的老師 編寫自己的教材 院長你說 對的事就去做啦 我想這以上都是你的施政原則 我真的很期待 行政院版的學校法能夠趕快推出來好不好 你是原住民選出來立法委員 您的意見我非常注意聽 但我的孫女兩個都原住民 我的女婿是阿美族 我要來問問他們是不是很贊成這樣 因為這樣是不是真的對原住民好 是不是真的對下一代的原住民 這叫尊重 這恐怕要好好的想想 立委高金宿媒也希望行政院長蘇貞昌能找時間聽聽 全台各民族實驗學校校長與老師對原住民族學校法的期待 另外為保障國人平等使用母語權利 營造多元語言友善環境 立委陳柏惟要求行政部門改善民眾反應 無法以台語文申辦銀行賬戶問題 我們一個台語文的老師跟他們的社團說 竟然開盒開盤還沒辦法開了 因為我們那時候起到銀行的時候 我們台語背音嘛 所以有一些主文沒辦法開了 其實我們看原住民 高如宜宏委員前前原住民做的時候 他有提案 這是在電腦輸入法的差別 有時候打不出來說沒辦法開盒 這樣很奇怪 我們紀念要向這個方向去走 沒辦法打進去的 文理和生出來應該不是很困難的事情 可以研究看看